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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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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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都会博物馆这个大房子里面 青蛙老师发现原来还住着一个完整的房子 而且这个房子也是一件艺术品 这么特别的房子在其他博物馆里面可不常见 好奇的小朋友们跟着青蛙老师一起去探究一下吧 这个房子原来是从埃及移民到美国来的一件文物 它的名字叫丹德神庙 据说埃及当时正在修建水坝 有很多的古建筑都阻挡了这个水坝修建的路线 正好美国也在那边帮助埃及去保护一些非常重要的历史遗迹 于是就把丹德神庙给保护起来了 那埃及政府为了感谢美国 就把丹德神庙送给了美国 放在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大厅里面 而且这也是世界上唯一不在埃及那边的埃及神庙 当然送给美国政府埃及那边肯定也有一个要求的 他希望这个神庙可以每天24小时都被别人看到 于是美国政府就把这个大都会博物馆的一面墙 变成了一个大大的透明玻璃 这样子不管是谁在白天或者是黑夜 路过的时候都能够看到这个神庙了 埃及神庙的建造主要是出自于当时人们对神的信仰和崇拜 当然了我们在参观的时候可别只顾着看它高大的外观 小朋友们也要仔细的去看一看神庙墙壁上面的那些壁画 这些都是非常神秘的图案 厉害的小朋友说不定可以猜出壁画上面的故事哦 好了看完单得神庙现在让我们继续刚才的视频吧 大都会博物馆里面 在这里面的盔甲和武器的藏品啊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 而且博物馆里面还专门有学者还有专家去对不同时期不同材质的盔甲进研究 为什么他们会对盔甲这么着迷呢 因为他们穿上盔甲之后会变成铠甲勇士 肯定不是啊 因为每一件铠甲的背后都会有它的制造历史 文化背景还有工艺跟艺术的成就 所以盔甲才这么的珍贵 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世界各个不同国家的盔甲吧 这一套是西藏尼泊尔地区风格的骑兵盔甲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位骑兵手上还拿着一件武器 是不是跟我们平时看的很不一样呢 这是一杆简单但功能齐全的西藏火神枪 这一套是日本的盔甲 它的用料非常讲究 而且制造工艺非常高哦 还有这一件是1510年制作于意大利米兰 它的盔甲身上全部都是用钢和黄金构成的 还有这一套是来自德国的决斗式盔甲 以前一直被保存在武器库里面 主要是用来比赛的 有很多的盔甲都是为了比赛而制作的 就像这一件 看起来是不是很像我们平时看的 尼加奥特曼的造型呢 我们再看一看英国格林威治的盔甲 看上去是不是有一些不同呢 因为这是格林威治皇家中日期最早的一件盔甲 是为了亨利巴士这位国王而装文定制的 所以它和其他的盔甲看起来还那么不一样 是金光闪闪的样子 不过在博物馆收藏的15000多件盔甲里面 最珍贵的是亨利巴士最后作战的一件盔甲 为什么说它是最珍贵的呢 它不同样也是亨利巴士的一件盔甲吗 这个时候小朋友们可能就有疑问了 原来亨利巴士在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位风度翩翩 英俊潇洒的美男子 但是后来由于他只喜欢吃肉 在餐桌上面不吃蔬菜 同时平时也不爱运动 所以就变得越来越肥胖 那连他原本的那些盔甲也都穿不进去了 所以他就叫人重新制作的盔甲 这件令人印象深刻的盔甲 就是亨利巴士最后作战的盔甲 当时国王的身体已经超重 精神也非常的憔悴 身体非常的虚弱 但是尽管如此 他还是亲自指挥作战 穿着这件盔甲 但是在马上和步行的时候 实在是行动起来太困难了 最后这件盔甲也成了亨利巴士国王最后的战衣 所以说它是尤其珍贵的 诶 对了 中国也有盔甲 那它跟我们刚才认识的那些盔甲 又有些什么不同呢 中国的盔甲 它是由一片一片的甲叶 重叠编织起来的 所以比较轻便 这样子士兵也可以更加灵活的行动 即使是倒地 也可以很轻易的再站起来 然后继续作战 甚至还可以做一些倒立或者是轻巧的体操动作 那西方的盔甲就不一样了 它更多的是整一张铁皮包裹住全身 关节的部位也要保护得非常的好 这样子就大大的增加了它的防御性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穿着不同的两种盔甲去比赛跑步的话 我觉得中国的盔甲可能会赢哦 因为中国的盔甲是软甲 它比较灵活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所以它跑起来会更快 那西方的盔甲呢 是一种金属盔甲 所以它全裤武装之后 人会比较笨重 关节的部位也会比较难活动 它更适合在马上去跟人家打仗 所以两种盔甲呀 也是各有各的优点跟缺点的 今天呢 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里面 我们看到了这么多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盔甲 还看到了非常特别的一个住在房子里面的房子 嘿嘿 当然了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作为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 它还有很多不同地区 不同类型的展品 也非常值得大家亲自到现场去看一看 好了 那本期节目到这里也要结束了 我们下一期请我老师继续约定你哦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